他是全网最不会吃东西的博主 明明是开着兰博基尼的有钱人 但每次出入豪华餐厅 都是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600块的惠灵顿牛排 当成大肘子啃 凭着强烈的反差感 一跃成为千万级网红 却在巅峰时期 因为外滩狂轰油门 啃咬公共餐具 被潮没有公德心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 网红白冰的走红之路 相信很多网友 都是通过美食博主认识白冰的 但其实白冰之前是一个爱车人士 视频中无一例外 都是炫酷的机车 以及他撩妹的情节 这样的视频一拍就是两年 但是因为视频太过单一 白冰的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 于是在2020年白冰的视频中 加入了和粉丝的互动 这时的白冰不仅会邀请粉丝坐车 还会和粉丝聊天 但是这个套路并不是白冰的原创 因为皮佑靠着粉丝线下的互动人际大增 于是网上就掀起了和粉丝互动的热潮 直到2021年开始之前的机车男孩 摇身一变成了美食探店博主 之所以有这样转变 是因为有一次白冰遇到了一个路人 两人很快成了朋友 因为这个路人即将要离开上海 所以白冰就主动请他吃饭 在饭桌上白冰也被这个努力的男孩所感染 白冰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白冰几年的时候 白冰几年的时候 我一个月赚个七八千块 很多老人 我个人准备了 然后 大了一年都已经到两年了 我爸说你去学点吧 我爸说你今天打过来就有几点薄 要不你去学就没办法吧 他起码这个职业 光吹入饶日晒得到火 我说可以啊 拿着我自己赚个点钱 就去合打 学了那个 我刚才为什么提到一个环境感觉的人呢 我去了那个学校以后 因为你想那种绩效 整业技术学校 这个环境里面几乎都是学习法 的代表上回来 就这种学校 对吧 到了这种学校以后呢 我就没感觉 又开始爱玩 就两三个等会儿 我坐个房子在 那三个月的课程 大概就出了三次了 然后后来出了以后再洗头 然后晚上三个月以后 一夜去到店里面的时候 这也是白冰第一次透露自己的发家史 从十几岁就开始打工 后来学美容美发 但是白冰突然发现自己干不了服务行业 于是白冰就开始创业 短短几年白冰的事业 有了不错的发展 从此之后 白冰喜欢上了和粉丝聊天 所以没多久 白冰就推出了和粉丝吃饭的系列 没想到第一个视频 白冰就遇到了滑铁炉 让白冰没想到的是 这个视频的流量非常的不错 正因如此之后 白冰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模式 而美食博主那么多 白冰却能脱颖而出 除了出手阔绰 和他那接地气的吃法脱不了关系 白冰吃的一般都是非常珍贵的食材 但是白冰总是一脸憨憨的拿手抓着 用非常接地气的吃法解决掉美食 明明那么有钱 却一副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白冰还总是像刘姥姥 进了大观园那样东瞧瞧西看看 不管吃到什么 都只会夸好吃好吃 这和人们观念里那种 经常出入高档餐厅 已经习以为常的有钱人完全不一样 这种反差 一下子就拉近了观众的距离 加上白冰本身就有非常高的颜值 短短时间内 就成为了短视频平台美食圈的天花板博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白冰能让谢霆锋亲自为他做饭 不少网友对谢霆锋给网红做饭这件事很排斥 认为以谢霆锋的咖位来讲 和网红玩简直就是自降身价 是丢面子的行为 但其实说白了 谢霆锋也是为了借助白冰在吃货界的地位 宣传自己的产品 随着白冰的爆红 一些高档餐厅的不为人知的操作也被爆了出来 这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知识锅事件 明明是开着兰博基尼 坐拥千万粉丝的大网红 却因啃咬公共餐具吃霸王餐等丑闻频频引发重怒 2020年12月22日白冰和往常一样来到一家店品尝他们的招牌美食 知识车轮松露意大利面 工作人员拿起工具就是一顿操作 白冰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 在一面制作完成后白冰就让服务员给自己拿一双筷子 没想到白冰在服务员走开的间隙竟然拿起一旁制作一面的公共夹子 开始享用其美食 这都不算什么 白冰还对着一旁的芝士锅咬了一口 好香 还有什么 咬一大口的猪好厉 咬一大口不好吃 还吃面吗 视频发布后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有网友留言问他这个芝士锅赔了多少钱 而白冰也打去到等我刷完盘子再告诉你 想来已经是买下了这个芝士锅 让人没想到的是这件事情又被人提起 甚至还使白冰陷入了网爆 其是一位网友去该餐厅吃饭 结果发现餐厅依旧使用着被白冰咬过的那个芝士锅 甚至还继续用它给客人制作一面 该网友非常愤怒 于是举报了该店家和白冰 举报店家卫生意识差 举报白冰素质差 并将这件事发到了网上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消息一出 白冰瞬间成为了众矢之地 但是白冰的粉丝表示 但是这件事其实跟白冰没有多大关系 白冰的确在芝士上面咬了一口 但是随后他便主动联系服务员 将这块芝士给买了下来 之后通知服务员将这块芝士处理掉 本以为对方会将芝士给扔掉 却没想到对方来了个废物利用 继续用这块芝士制作食物 如果粉丝说的是真的 那这件事跟白冰还真没太大关系 完全是餐厅在耍小聪明 但是白冰是否买下这个芝士锅 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不少网友认为双方都有错 一个素质低下一个唯利是图 但是白冰的黑料可不止这里 之前外滩狂红油门吃霸王餐 淘丹就备受吐槽 有一次网友晒出了白冰开着豪车 在外滩狂红油门 这件事被不少的网友吐槽 认为他就是刻意在炫富 一点都不考虑周围居民的感受 当时白冰受到了舆论的压力 白冰也澄清车是他的 但是开车的人并不是他 自己下车之后就将车交给了博车小哥 谁能知道他竟然开着自己的车到处造谣 至于吃霸王餐白冰同样以自己 不是视频中人为理由 不过这个理由确实是令人信服 毕竟白冰平时出手那么阔绰 确实不像是会投单的人 不得不说 白冰确实是靠着互联网赚的盆满钵满 不靠直播不靠带货 凭借着自己的广告收入都能年入6000万 白冰靠着自己接地气的吃法走红网络 不管是出行还是餐厅都是非常豪华 而且粉丝结婚不仅亲自到场祝贺 不少粉丝亲切地称之为宠粉达人 白冰直接邀请了自己的忠实粉丝 到上海外滩的高档餐厅用餐 这也导致网上都是白冰富二代身份的传言 不过白冰也亲自否认了 他表示自己顶多就是一个富一代 都说10个网红9个富 还有一个是巨富 别看白冰靠着接地气的吃法走红网络 但是他出入的餐厅都是十分的豪华 关键是这一切都是白冰靠自己的努力打拼的来的 白冰在自己的抖音账号上 首次公开了自己新买的豪宅内景 让网友们打开眼界 白冰说自己在上海奋斗了十几年 终于买房落户了 有网友爆料 这套房子位于上海浦东兴某湾小区 面积超过500平米 总价高达9000多万 而且这并不包括车位 物业管理费 税费等其他费用 如果算上这些费用 恐怕总价要超过一个亿了 有人称赞白冰是人生赢家 从穷小子到富豪实现了梦想 随着白冰的走红 一下子炸出了不少富豪 说到富豪自然就少不了CC888 CC来自中国澳门 本名叫陈倩 她经常在某音上晒自己的做饭食品 但人家的做饭 可不是你现象中的青猪小菜 15斤重的澳洲一级大龙虾 200多斤的深海蓝旗金枪鱼 一斤单价百元以上的深海贵族东兴斑 300元一盒的孔雀蛋 各种暴身 赤犊等名贵的食材 在CC的餐桌上应有尽有 在她的视频里 你会发现她每次的衣服都不重样 每次的美食也不重样 食材的用量和奢华程度 平民老百姓这辈子可能都见不到几次 身穿高定手握爱马仕 只为做饭 网红CC姐被称为全短视频平台最有钱的家庭主妇 除了是做饭的一把好手 CC的人脉也超乎你的想象 不仅能请洛达华 孙耀薇等明星一起来做客 还跟很多商业董事都有交集 汪小菲的妈妈张兰邀请她到家中做饭 堂堂翘江南的董事也会尊称她一声CC姐 而且CC接受粉丝邀请去做菜 随便送一瓶拉飞 都是价格不菲 网友看后纷纷表示 家里没有三套大别墅都不敢做CC姐的粉丝 如此大的手笔也让不少网友纷纷猜测CC的背景 有人猜她是不是某位娱乐圈大佬的老婆 有人称她家是家世雄厚的企业 也有人称她老公是某TVB的演员 甚至有人扒出了CC与赌王三太陈婉珍的合照 更是引起轩然大波 很多网友直言CC很可能是陈婉珍的亲侄女 但是对于这些谣言CC从来没有出面解释过 拥有500多万粉丝的CC 不仅不做广告 甚至直播都很少开 拍视频完全就是因为喜好 没有因为拥有名气之后就割粉丝韭菜 反而继续保持初心做菜 这样的网红真的很少见 现在网络上涌现出不少的富豪人设 可能有真有假 不管如何 我们要知道不能被网络上的炫富现象所迷惑 还有 我们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不能盲目追求物质享受 而忽视了精神生活的重要性